说实在的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陈水扁 那个快要下任跛脚的那一两年的 当时我也正在做立法委员的人来说 看到这种事情真的都觉得好敏感 一个已经跛脚 然后即将要卸任的总统 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主张 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三军统帅 国防外交的权限的扩张 然后扩张到他要把很多年的钱 在他残余很少的任期之内 把它编列出来 这个当然会引人侧目 陈水扁要下台之前 大家还记得那个达政案吧 哇 那个时候 第一个那时候陈水扁的贪腐案 已经每天我们都在节目中 在检讨无熟真的那个发票了 那个国务机要废了 结果竟然陈水扁在那个时候 还也要搞一个几千亿的这个达政案 简直把大家给吓坏了说 那你到底是要干嘛 你到底是为什么 结果许多的争议之后 那我们就讲 达政案的后果是什么呢 当然是不了了之啊 不可能啊 因为你再怎么阿把 也不可能硬推这种案子 再怎么野蛮 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案子 那一样的道理 蔡英文不管他今天是不是这样认知 民进党的人愿不愿意承认 蔡英文现在就是跛脚啊 你看他这一次叫陈建仁 组阁的过程 多么令人难堪 整个出来 有没有任何一个 大家觉得说是亮点啊 很棒啊拍拍手啊 得到的全部是基潮 全部是讽刺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替未来的总统 未来的总统不管他是什么党哦 你现任的总统 已经剩下任期这么少 而且你现在很不得民心 大家已经在前一次的选举中呢 用选票否定你的过去的很多的作为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替未来的总统跟行政团队 做那么久的决定呢 那难怪国防部今天要改口 我觉得国防部这样的改口呢 才是正确决定 否则会非常非常的难堪 不过国防部的改口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真的改口 他只需要讲一讲 达政案是什么意思 就是陈水本要结束的时候呢 民进党几个人 他们搞了一个这个要达政公司 预备将来所有的军事采购 透过这个公司去采购 另外还不止这个 这些武器买过来以后的补给 以后的维护 就由这个公司来做 那是多 我们一年国防预算是几千亿 特别预算又再加上几千亿 那多庞大的一个预算 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就算下台 不管你下次是谁 下次重视是民进党执政 我这个公司要独揽军火的生意 军火生意是多大的生意 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 浅见 连海军都有两派意见 海军不是都赞成 万岁做浅见 不是 海军有一派是反浅见的 花那么多钱搞浅见 干什么搞那几周 有一派是做浅见的 那现在做浅见是得势的 但你怎么知道将来还是浅见派呢 搞不好是非浅见派 所以现在赶快把预算给你编好 八艘预算一起下 可以这样子吗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